最后一盒的大奖开到了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聚宝阁频道 我是阿伦 今天这支影片呢是台版的白热奥秘开箱 上次日版阿伦开的很不错 还没看过的观众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卡先去观看 另外还没有购买白热奥秘或者是 电猫和大奥奇希斯组合的观众也可以在聚宝阁网站上直接购买 那么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开箱吧 开到一张V防守能量 他的效果是装备他的宝可帽如果被V宝可梦攻击的话 受到的伤害会减少30点但是装多少张都只有这一张有效 所以装两张还是只会减30 最后进闪卡片开到的是捕获相分 他的效果就是半张进化军箱加半张仙击球啦 丢一次硬币 正面的话拿进化宝可梦 如果反面的话呢就拿基础宝可梦啦 叶后期 扯扶少女 剪刀小兵 不会吧 第一盒就开到金卡了 开到的是金卡的君主蛇 他的招式呢皇家搅拌 一炒两无可以打 190点 然后把场上的能量任意分配给其他宝可梦 可以转能的效果 第二招星星悬绕 60点 乘以自己身上的能量数 每一颗能量打60 就是可以搭配第一招的皇家搅拌 先把能量换到自己身上 再发动Vista力量 去弃绝对手 太幸运了吧 第一盒就出金卡 出现了全途人物 可惜不是妹子 是全途的米可莉 这张牌可以抽三张 然后如果对手希望的话呢 可以从排库抽一张卡 然后自己 再抽一张牌 就是自己抽三 或者是自己抽四 对手抽一啦 感觉不太使用 诶 诶嘿我也看到这张米可莉 怎么都是满久啦 哇靠 又出现金卡了 是金卡的能量转移 这张牌复刻了非常多次 所以这个金卡可以用很久 可以开到这么好用的金卡 诶真的非常开心 最后一盒的大奖 开到了全途的沙利 这张牌是阿伦在这盒里面 最想开到的全途人物 他的效果呢 可以从两个里面 选择一个使用 第一个是丢弃一到三张手牌 然后把手牌 抽满五张 第二个是抓对手 备战区的V宝可梦 到战斗区 不论是抽牌 还是老大效果 都非常好用啦 而且卡图 超级香的 这次运气 非常好 有金卡 又有全途人物 看来这一弹配率 非常不错 好 以上八张牌 就是我们这次开 八盒的成果啦 这次的好卡配率 非常棒 开了两张金卡 三张全途卡 一张 HR 和两张SR 其他一般的 VSTAR和 V不拍的原因 是因为这次 整套VSTAR 通通都开得到 所以就不特别拍啦 这次开箱 阿伦我可是意外的满足啊 除了最想要的 莎莉娜 有抽到之外 还有两张 都是实用的金卡 刚好阿伦最近推荐的牌组里面 有君主蛇 也有莎莉娜牌组 没看过的玩家 也可以点右上角的 资讯卡 过去观看喔 至于这一弹 大家最想抽到 哪一张好卡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阿伦啦 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或是建议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或者加入聚宝格LINE社群 和我一起讨论喔 我们下部影片见 大家拜拜 拜拜啦 别忘记我啊 好 我好 好了 不关于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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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